大家好 刚采完那个康座 咱开个灯康啊 刚采完那个康座 这个康座 我是一颗小棍都没留下 整个都把它采开 整个都把它装好 这个难度啊 你听 还是比较大点 说真的 咱采个这个 接个小河 接个弯啊 要说在我手里头 应该做这种东西就小河 这也是个活彩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都有一个缺陷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老采它 来了人啊 咱不说自己嫌疑 你说活彩的那么回事 咱就给采一采 一遍一遍的 所以说话 麻烦东西也给你采成熟火岗 你不能老出老进的 这不就麻烦了吗 这东西 所以说呢 应该这东西是诡计与瞎教的 但是大伙都喜欢活彩 咱们采一个 是吧 这个东西几下就打开 你看 这个挺硬的 这就砍着 就弄省事你看 就完事了 你看看吧 尤其我这个东西 你大伙可以看看 你要是几细做的 和这手工它不一样 你看看 你俩大小伙看到吗 这地全是体的痕迹 看到 这个笋头都是体的 你要是如果 你几细做的那个 它真的不一样 你看这地这些槽看到 都是开的 其实这挺容易的 这个 应该是这面吧 再撞着就得了 就那么上次的弯 这地界都是不干净的 这现在就成熟的 还没写 就进去了 我都不看见 还行还行 你看看吧 这旧其中油掉一点 碰一点的 你看看 反正断不了 然后有点毛疯了 老踩老壮的 这玩意把这河 坐在里头 哎 这完了就那么不事呗 呵呵呵 就是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你看 这个河人家是老金的 我也不知道 能回这都能送货档的 好 这个边可不是我做的 这个边是他们拿铁铁铁 给我拉的 这个边 我做可做不了那么规矩 咱有妈说吗 手工的油的地是手工 油的地是真不是手工 好 就这样